从二地世界到元宇宙 从广播美妙的声音 到电影电视的光影夺目 听听影视听 带你走进电影 及广播电视的精彩世界 欢迎收听 由蔡散德主持的 听听影视听 嗨 欢迎来到听听影视听 我是蔡散德 这是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 记录台湾影视听文化的节目 我们在Podcast 在YouTube上都可以找得到 每周会在飞碟联播网首播 今天请到这位特别来宾 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 有谈论过关于影评这件事情 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真的有听众朋友 跑去我的脸书来留言 跟我来聊关于评论这件事 那今天这位来宾 就是我很依赖的那种影评老师 所以今天看到他可以聊非常开心 然后我刚才想说 我多年前曾经跟他一起有看过一部 我自己认为应该是武侠片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古装嘛 然后就打来打去 然后我就是看不懂 然后我就看完之后就问他 问了好多问题这样 结果呢 我刚刚就想说 我们之前看那个 那个算是武侠片吗 好 答案等一下等他自己跟你说 我们来欢迎今天特别来宾 欢迎光临 影视听名人录音室 让我们来欢迎今天呢 跟我们来介绍武侠电影的侠士图翔文 嗨 大家好 阿哥好 好久不见了 对 我刚刚在那个开场的时候 就有提到说 我们多年前一起看的那一部电影 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古装嘛 然后打来打去嘛 然后就是那个武侠片嘛 然后那个是小田千亚演的 对 郎 郎灾记 然后我就一直以为它是武侠片 我不是很想留下那部电影的机 因为我没有很喜欢那部电影 我们那天呢 就是看完之后 大家都散场 我就想说我旁边这一位老师 为什么不走呢 既然他不走 看起来就是 就是很有一些 并没有并没有 异味深长的感觉 我就问了他很多问题 我希望让人家先走我再走 因为那个是 因为那个是手印嘛 所以是客满的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趁机问他一些问题 就没想到就是 电影里很多我看不懂的 就他也讲了一些什么 我就说哦哦哦 原来是这样 你记得好清楚我都忘了 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当时我真的蛮震撼的 因为我想说 这么看不懂的电影 他也可以讲那么多 但是我真的以为它是武侠片 哎 应该不是 严格上说不是 武侠片还是有蛮清楚的定义 就不是说 不是说穿古装有打斗就是武侠 有钓司就是武侠 通常我们会分两个角度来看啦 一个就是外在的形式看 就比方说你说对 可能有打斗 对 然后比方说我们这次比较 这次的影展比较着重在是 刀剑武侠 就是都是有武器的 所以打来打去 是还有分没有武器的 还有分刀剑跟拳脚的 那这两个为什么要这样分 除了武器之外 还有一个是时代背景 因为通常有打刀剑的 就是通常都在清朝以前 就是那个时代是更早一点 没有枪炮的 然后甚至很多时代是架空的 就他只有告诉你叫古代 但他没有告诉你是什么时代 那那时候也可以拿刀剑 对 所以你就可以有轻功啊 有飞剑啊 有很多想象的世界的东西 只要你想让他施散武功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所以他的时代会比较是这样 那功夫跟拳脚的就比较是近代的 通常是明初啦 甚至是现在时装 你说成龙很多 但那就不算武侠片了吧 广义的也可以算 但是现在我们对 但是现在我们通常会比较把它分开 就是他是拳脚的 那这个是刀剑武侠 那刀剑武侠就比较会讲武侠 因为所谓的武侠就会比较有多 所谓的侠客这件事 那你到时装的或是说近代就没有所谓的侠客 那侠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侠客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阶级 就是基本上侠客的阶级是 他是在民间的然后他有功夫 然后通常我们讲的侠客就是简单说就是 他叫做仗义行侠 就是他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件事 一个是他要有功夫 有武功嘛 第二个就是要仗义 所以他是好算是好的 通常我们讲的侠就是正面的 就他必须要有行侠仗义嘛 所以他必须要有做义举 就是救人啊报仇啊 为自己伸张正义啊这种 纯粹只是有武功在街上走来走去就不算 也不算 所以通常我们大概就是用这样来分辨这个武侠片 所以并不是所有古装的片都是武侠片 因为有的古装片它其实就比方说 敌人节 它其实主要是办案 但它有一点点武侠的成分没有错 可是它的主力的说故事都是在办案 并不是那个侠客在完成自己的某个任务 这样才比较像是武侠片 也不是说不算是 因为说现在很多都是复合了 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武侠元素 因为敌人节也会打嘛 可是那个电影从后到尾并不是说 它有一件事要复仇 所以它要一直靠着武功去复仇 它其实最重要是办案 所以它的主要的类型比较像是悬疑的推理的 但只是它的包装有一点武侠的成分 所以你刚刚讲的是 内在也没有一定说分得这么纯粹了啦 但你刚刚讲的是所谓外显的对不对 你说有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个是外显的 外显就是刚刚那一切 对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我说像内在的故事的 所以通常的这个武侠片 其实通常会有一个主角 或是好多个主角 它们是侠客 就主角一定是侠客 是 然后这个侠客一定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目的 这个目的通常有三个主题啦 就是大家现在统整下来 一个叫做平不平 平不平 就是打抱不平的平 平不平的事 比方说有一些 有个可怜的女生被人家欺负她出来 行想要这样 我要为她怎么样 对这个叫平不平 第二个叫报恩仇 这个是最多的 就是说通常这些侠客都有恩于谁 他要去帮师父报恩 比如说念影娘 有师父的恩 所以师父叫他去杀张正 他就要去杀张正 这个叫做报恩 那更多就是报仇 比如说我的父母被杀了 我长大以后练成奇功 我就要去报仇 我的师父被杀了 我长大以后练成奇功 我就要去报仇 对 那第三个叫做立功名 立功名就是他自己要有 就是比如说我要当天下第一 他要把第一的杀掉 我要拿到天下第一宝剑 我要拿到葵花宝典 那你为了这些目的 你就要去杀很多人 或是要去练很多功 所以通常万归不留其中 就是所有的武侠片 最后大概都有主角 都会有这三个目的 那你必须要有这样的 才可以比较确切的定义它是武侠片 你真的很强 就是你知道金融朋友 你知道他这个在讲武侠片 不是纯粹只是因为说 哇我好喜欢 他是论文齁 你的论文是写武侠电影 对我以前的论文是写武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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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 就那个时候 因为我很喜欢研究类型电影 就是各种的类型 那那个时候要写论文的时候 我提了两个类型 这个讲得很好笑 就我提了一个叫做情色片 就是三级片 那个时候90年代 我没有经过很流行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是武侠片 然后跟我的指导老师讨论 然后后来我指导老师说 可以啦你其实都可以写这样 那我后来想说为了不要 最近这种话题好敏感 就是不要为了在家看太多三级片 造成父母以及家人的误会 所以最后我就选了武侠片 诶我们那时候成长的年代 的那个色情片 有可以流行到去对面看吗 有90年代的时候 有一阵子你记不记得 我们怎么会讲歪了在讲的 是因为最近的 因为最近的一些话题都很青色 没有就是比方说 我们90年代的时候看很多 比方说你记不记得温宏 叶玉清 李立真 对对李立真 对其实他就是那一阵子 突然间在香港流行了一段 时间的这种情色片 但是他们也不算 他那台湾是不太能够 有那时候台湾都有上 只是说那个时候台湾 还有一点电剪 所以有的裸太多会剪掉 或是喷雾这样子 因为我小时候高中的时候 有跟我们同学全班一起 偷偷买票进去西院看 真的喔 我只记得那个时候的那个西院 是没有管制什么 他还是会检查啦 就像我们学生穿制服 他就会看你的 还是要看你的身份证 跟学生证 你的年龄要18以上 你好像是进到一个电影院里去之后 你就是在这一厅看完 或者是你根本不是要看这一厅的 你可以到另外一厅去看啊 那个是二轮戏院 对不对 对啊我们也是这样 然后你就会去不同的电影院去看 影厅去看到他们在看奇怪的片 你就会自己在那边坐下一起看 哈哈哈哈 就好奇嘛 好再次我们今天讲的是武侠电影 因为那个是有一个武侠电影的一个影展 对 那这个影展呢就叫做 岛屿江湖 岛屿江湖武侠在台湾 对 岛屿江湖 岛屿就是台湾 江湖 江湖就是一个武侠片里会有的一个抽象的场域 叫做江湖 它到底是什么啊 很有趣 其实在武侠电影里面有两个很有趣的名词 是我们都会讲的 可是你要叫做定义可能很多人定义不出来 一个叫武侠 一个叫武林 武林 一个叫江湖 那我觉得其实这两个某个概念是重叠的 江湖是比较大的概念 江湖就是相对于比方说 相对于政府 相对于这个官方 而是民间的 比较接近民间的意思 所以江湖就是在民间 三教九流都会会计的地方 我们把它叫做江湖 所以角头算吗 当然也可以算啦 但是在武侠片里面 如果你把它具象化一点 就比方说客栈 客栈就是一个小的江湖 因为客栈里面官也会来 民众也会来 妓女也会来 是是是 谁都会来 因为任何人都要吃 都要住 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三教九流 五湖四海的人都会聚集 然后找人报仇 就很容易去那边找 因为人可能都会在那里 就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 所以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那武林勒 武林就是更高一点的 就是在江湖里面有一群 有武功的人 他们会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 运作自己这个世界里面的逻辑 比方说我们要拼天下第一 我们要拼什么武林的 那个门派的对决 还有什么六大门派围攻光灵鼎 所以这个虚拟的抽象的世界 这个就叫武林 就是有武功 像我们就不是武林中人 对我们不是 因为我们都没有武功 你有你有武功 我没有 你不要这样 你有高深的武功 我只是看很多而已 我没有武功 那你自己人生里面呢 就是开启你这个武侠片的这个世界的 是哪一部片 应该说特别特别 让我对这个东西开始产生兴趣是 1990还是92年 那个林青霞演的 《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 为什么啊 因为那时候看这个片 觉得这个片实在太神奇了 就是我小时候 当然也看过一些武侠小说 然后也看过很多电视剧 可是我知道金庸的故事 我也知道那个那个那个 《笑傲江湖的故事》 可是我从来不知道 《东方不败》可以变这样 所以你看了那个电影之后 就发现哇 原来电影可以有这么多的想象 就是他把《东方不败》 变成一个美女 然后找了林青霞来演 然后我们都知道林青霞很漂亮 可是明明小说里面的《东方不败》 就是一个丑恶的 邪恶的人 对 所以他把他变成了林青霞 可是变成林青霞又是有原因 因为他练《葵花宝典》 必须要去世 去世就会少掉男性的 就会越来越女性化 那徐克就很聪明 找了林青霞 所以他变得很漂亮 很漂亮之后呢 你就不会讨厌《东方不败》 然后呢他变得很漂亮之后 他居然可以跟男生 又有恋情 他跟你连结跟你谈恋爱 然后你又觉得很理所当然 然后明明他们是同性恋 就是小时候我就觉得 哇怎么这么 跟小说写的差那么多 对 然后怎么这么奇怪 可是又那么好看 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 小时候我就去戏院看了两遍 就觉得这个片段 而且打斗也很好看 打得很美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他飞来飞去 对 然后飞来飞去 然后用针线就可以杀人 对 然后很好看 所以那时候就让我觉得 哇这个好有趣 你现在回去看 还是觉得他很时髦 还是很好看 他常常在电视上播外 我转到有多外 还是会看 哈哈哈哈 总之就是 就是因为那样 然后那个年代就是从这个片开始 又出现了好多武侠片 那时候还有什么 如果大家印象还记得 有黄飞鸿啦 这头是同一年代 都是差不多九十九 一九九几年的 什么什么一堆啦 就是出现很多 然后一直到这个后来 像王家卫还拍东邪戏读 对 就是各种 哦东邪戏读好好看哦 对对对对 就是各种奇怪的武侠片 都在那四五年间出现 连周星驰都拍武侠 比如说拍《鹿顶记》 OK 拍《武状元书奇尔》 就说那段年代所有人 刘德华也演武侠片 演绝代双交 更不用说林青霞演了一对 可是现在想我们讲的这一切 感觉这样的都是从香港来的 对 所以到回来就可以回来 讲我们的影展了 所以这一次 其实香港是武侠片 发展的比较完整 跟商业性最强的一个地方 那你如果讲武侠片的历史 其实一大块在香港 可是它跟台湾又是互相影响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主题 就变成是 叫岛屿江湖 就是我们把重点放回台湾 武侠在台湾 所以这次放的将近三十部 还是二十九部片里面 都是台湾 或者是跟台湾有密切相关的武侠片 所以如果说我们就是 现在有影迷们这样回想起来说 那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都是在看港片啊 那台湾真的有武侠片吗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回来 请祥文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到底有哪些片子可以看 好 欢迎回来请听影视听 今天跟图祥文 祥文老师呢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武侠 武侠 武侠影展 这里有一个 刀屿江湖武侠在台湾的影展 在一月二十二 开始 就会开始了 二十一吧 我都忘了 一月二十一 我只记得那个星期五 因为 在那个祥文啊 他从好像二零二一年的年初 就开始在册这个展 那其实祥文对我们 台湾的影迷朋友来讲 就是很熟他啦 我们有好多影战 也都是看到祥文的名字 那这一次感觉上说 哇终于册了一个 他从后到尾都很爱的影战吧 因为这是武侠片嘛 但是辛苦吧 有点辛苦 但是我很乐在其中耶 其实我说实话 我现在这样讲应该没关系 因为这是电影中心的影展嘛 那我不是电影中心的 的人 所以我是进来特别策展的 当然 我不是领这边的薪水 所以 这并不是为了一份 丰厚的酬劳 来做的工作 真的是因为我有兴趣 因为我知道说 如果来策这个展 我就会看到很多 我 我虽然以前也就武侠片 但是我依然没有看过 它是藏在 电影中心的片库里面 很难得可以见的武侠片 所以这个非常吸引我 所以我就 他们其实一问我在时间上OK 我就立刻答应了 因为真的可以看到很多棋片 那有什么有什么片 很多 这次有很多棋片就是 有很多是旧的时代的电影 然后我们可能只是耳闻 或者说知道 那个时期有很多这样的电影 可是你从来没看过 比方说70年代的时候 你知道香港有很多的 少士的武侠片 然后很红嘛 那就影响到台湾也拍很多武侠片 可是台湾那些武侠片可能是比较 比较跟风的 没有像邵氏 他们是有非常系统式的收藏 所以比方说你现在可以很容易 买到很多邵氏的DVD 或是在网路上看到他们 数位修复那些很多很多各种武侠片 可是你发现同一个时期 你要找台湾的就很少 你可能只找到胡导演的 因为胡导演 对因为胡导演导演是经典 所以很多人帮他修复了 国家电影中心啊 还有一些 有新的他的土地们 出钱帮他修复了 所以你看得到 那你会发现啊为什么那个 那段时间台湾明明就 你查片子的一些资料 跟我以前在研究的时候 就很多片幕 明明有一堆这些片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看过 那这次就因为这个武侠片影展 就发现少数还可以看到那个时期 就是简单说就是因为商业流行 大家又跟拍的那种武侠片 就出土了 比方说有一部我觉得非常奇特的 大家就可以去看 这个片叫做梦中剑 梦中剑 这个片呢导演是 剑是那个 哦 那导演是赫赫有名的 那个 周游阿姑的先生李朝勇 蛤啊 对 那大家都想说 李朝勇跟周游做最有名就是电视剧嘛 做神雕侠侣啦 什么什么 后面 Bibo Bibo啊 那种很多武侠 武侠的电视剧 对不对 可是其实 李朝勇导演在拍这些武侠电视剧之前 他拍了好几部武侠片 所以就是梦中剑就其中一部 我们就找了其中一部梦中剑 那簡單說那個故事很複雜 我就不在這裡講 但是我覺得裡面很有趣是 你可以看到很多當時的 這個大明星 中華 對 月華 苗可秀 對 就是當時在電視跟武俠片界 都是很有名的明星 但是你那時候不可能看過啊 我不可能看過 但是我知道這些人 我聽過這些明星 那比方說中華跟那個月華 就是很有趣的是 月華是上一代的武俠片明星 因為我知道中華 可是我不知道 然後中華是後來拍很多電視劇 我如果大家還記得 他演楊貴妃什麼的 對 那月華是更早的 月華是從胡金權導演的 大罪俠時代就開始拍武俠片 所以比方說看這個片 對我來說很有趣是 兩代的俠客居然在這一部 李朝勇的電影裡面會合 而且他們在裡面演一個那種 以武交友的朋友 可是後面又有很多秘密 就是揭開以後才發現有很多愛恨情仇 那他是認真打嗎 還蠻認真打的 而且這個電影裡面有好多機關 道具 然後奇怪的門派對決什麼什麼 其實我覺得 那個年代都 很芭樂但是還蠻好看的 那個年代就有很多機關啊 有 就是那個什麼書櫃 會突然打開 之類的 對那你現在看當然會稍微好笑一點 因為沒有像現在做的那麼精緻 可是還是會有很多爆破 比方說裡面那個苗可秀 苗可秀是當時非常有名的 武俠片裡面的女演員 然後他最有名的就是跟李小龍的緋聞 我記得 好這個不管 那苗可秀在電影裡面 就是演一個門派的女掌門 然後他的奇功就是 他都會拿那種很漂亮的花 像塑膠花一樣 然後突然間轉向你 那個花就變成武器攻擊你 花仙子 之類的 有一個卡通就是這樣 從那個相片這邊拿出花仙子 你那個很浪漫 他這個沒有 他這個很恐怖 然後花還會爆破 你就會死掉 或是怎麼樣 所以到這個年代 是比較70年代尾巴了 所以已經不是只有單純的刀劍了 所以他們裡面的有花招很多 所以比方說我都會跟人家推說 這個片真的我以前從來沒看過 你就一定要來看 那還有什麼 比方還有個像午夜蘭花 也是差不多時期的 這個也是很奇片 午夜蘭花你們那個片單框起來 寫說武林雙雁 對就因為有人翻成這個片名 那是怎樣兩個美女在演的是嗎 裡面有美女 很多個美女 為什麼 因為這個電影裡的男主角是楚留香 是鄭少秋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些比較資深的觀眾或是影迷 在80年代的時候 鄭少秋的楚留香 是香港的港劇 然後來台灣演 轟動全台 那時候全台灣的 他會一直摸鼻子 對 那時候全台灣的八點檔都不用演了 因為全台灣的人都在看楚留香 很好看耶 對 而且我記得他的收視率超過50 你可以想像嗎 我不記得 恩正哥記得那個 對 因為我們都要研究 都有這些資料 也是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台灣只有三台 所以我們只能看三台 那你看那時候隨便連續劇收視率 厲害可以到四五十 但是五十還是很誇張 也就是說 全台灣有一半的人都在家裡 八點一到就會打開電視看楚留香 然後就紅到 這個楚留香電視劇結束了以後 台灣就有片商 腦筋動得很快 馬上大筆 銷票 請鄭少秋來台灣 拍楚留香的電影 所以這個五葉蘭花 就是有點像 Follow楚留香故事的其中一個 就拍了這個五葉蘭花 所以鄭少秋他在戲裡也是那種 就是很風流很帥的 他演了鄭少秋演了這個 楚留香 更厲害的是 女主角是林青霞 就是剛才那一位 那個 那個女 東方不敗 對 所以看這個片我才發現 喔其實在東方不敗之前 林青霞也演過 武俠片 然後他演的也是 其中一個跟鄭少秋 有情感勾結的女人 就是楚留香 知道楚留香的聽眾 或觀眾應該都知道 楚留香就是以風流 著稱的一個俠客 就他不一定俠見術是最重要的 他最重要的事是談戀愛 對 他不敢做什麼他都會獲勝 對 然後他就會跟一群不同的 各個階層 各個不同的性格的女子 談戀愛 女人都愛他 對 那這個片就有林青霞 還有一個當時非常有名的女明星 叫陸一纏 陸一纏 大概年紀40歲以上的 聽眾或觀眾應該都聽過這號人物 當年他是以性感著稱 他最有名的角色叫女王蜂 就是出來復仇的女生 那他當年就是只要他出來 就是性感的象徵 但是他演武俠片也性感嗎 當然他在裡面穿的很少 好難想像 然後一出來就是 這個肉體橫沉的引誘 這個楚留香 所以其實這個片也很好看 但是這個是台灣的電影 是台灣的電影 OK 就是當時等於是說 香港的港劇很受歡迎 然後台灣的片商就拍了這個片 然後請了香港的明星 跟一些某些香港的工作人員來 跟台灣的演員 跟台灣的工作人員一起拍了這部 午夜涼花 而且那個時候 這個系列還不是只有這一部 只是我們找到 對 只是我們找到了這一部是卡斯比較大 然後現在素材比較完整 不過是竟然想要我們提到這個部分 因為我聽說就是因為有太多的片 那其實有很多你也很有趣 很想要播 可是他好像保存的沒有辦法完整 這個就可以講到原來策展的難度 就是讓大家更應該珍惜來看這個影展 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片呢 比方說有的我們很想看 然後很想做 那結果可是呢 你去回去查 就發現他沒有素材 就比方說以前的電影都是拷貝嘛 不像現在是一個數位檔案 以前是拷貝 所以比方說一部電影有無捲拷貝 可是可能會有殘破 真的很大捲 對 可是你回去收國家電影中心 就發現他可能只剩兩捲 那其他的 不見了 或是壞掉了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 完整的在影展裡面播音 他可能只剩下部分研究的功能 那那些也就不播了 就不能播 我記得那個時候 志憤青他偶爾 他還是會留下個十幾分鐘 讓我們回味一下 對 但是這個你就很難 這是沒辦法 因為你可能 因為他還是 因為這個還是很多是故事性的 那你可能只剩下十幾分鐘 五或二三十分鐘 或是中間是斷裂的 比如說他有五捲 你只要一三五 你要觀眾怎麼看 對對對 可能會生氣吧 對 然後有的是 他的素材真的太壞掉了 或是比方說 你放出來可以看 就發現他生鬼是全壞的 但是沒有聲音 就是沒有聲音 那沒有聲音就是 他明明是有聲片 可是他生鬼壞了 觀眾也不能看 所以我們要扣除掉一些素材是不行的 另外還要扣除掉一些是版權的問題 因為現在大家都非常在意版權的問題 那比方說這個片 可能真的我們已經搜尋很久 還是找不到版權人 但你不能冒這個風險 是比方說你如果放了 可是這個版權人後來出現了 那他其實可能會有一些 法律上的問題 所以光是版權跟素材不能放的片 我們就必須要淘汰掉很多 所以後來現在是有幾 現在目前應該是29或30 差不多 那也很多 對 那倒過來就是說 這次就會有很多片 是非常難得找到版權 或是素材的 比方說其中有一部 我們這次做了徐峰女士的 焦點影人的專題 焦點影人的部分 那大家知道徐峰女士比較多的作品 都是跟胡金泉導演合作的 所以你如果想看這些 跟胡金泉導演合作的經典 還是有 而且好多部是數位修復的 所以畫質非常的好 可是你也是很奇怪 通常有那個胡金泉導演 譬如說好 你做武俠片 你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都會想到胡金泉導演 對 那一般來講 就會教你影人 就是胡金泉導演啦 因為胡金泉導演做太多次了 因為之前有做過他的專展 很多人都做過 對 然後非常多次 所以這次我們轉一點點方向 就變成是 我們換來Focus這個女俠 演員的出發 對對對 就是一輩子最讓大家印象深刻 也是華語電影最具代表性的女俠 就是徐峰女士 他的這個作品年表中 大概有一半都是武俠片 然後我們這次放了很多 當然有很多他跟胡導演合作的 還有他跟 我覺得比較特別是他跟其他導演合作的幾部 比方說我特別現在要介紹這部叫做刺客 刺客 那這一部呢 就是我們在版權上花了很多很多力氣 才終於找到 這個片子原來的版權擁有人 也就是他製片人的下一代 因為很多片子就是 對 因為很多片子就是他原來的這個版權人 已經過世了 那版權就傳到他的下一代 所以我們就要輾轉很辛苦的才能找到 至少找到了 對很高興 因為我很想放這部是 第一個 這部是徐峰當年第一次得到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的片子 所以你之前也沒有看過嗎 我也沒有看過 我只知道他得過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但是這個片一直沒看到 武俠片 對 他應該是金馬獎史上第一位以武俠片得到女主角的人 那他本來就是被大家認為最有代表性的女俠 所以我覺得這個片一定要放 那他有特別在什麼地方 這部片 刺客 我覺得比較特別就是大家看這個片 他就是演刺客沒錯吧 是是是 但是這個刺客就是他是一個 第一個他是女生 所以他是一個女刺客 所以也有人把這個片名叫做女刺客 那他是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這個刺客是一個有點為國為民 就是他是為了要這個國家的利益 就是簡單講就是為了要把這個 大家認為的這個惡徒給驅逐 所以他才去當刺客 那電影的一開始就是他有一個青梅竹馬的男俠客 所以他們兩個已經論及婚家 可是他就跟他說你要等我 我要把這個國家的仇恨跟國家的這個事情完成了 我才能回來跟你結婚 那他男朋友知道他是刺客喔 他知道知道知道 那所以這個電影就是也有一大塊是感情的部分 就等於是他要去完成一個 等於是他先要完成這個大的狹義的事情 才能看兒女私情 對江湖電影最常說的就是兒女私情 所以徐峰在電影裡面就必須是 比如說他在胡導演的電影裡面 大部分就是非常冷靜的 然後沒有什麼對白 然後就是一個很酷很酷的俠客 可是在這個刺客裡面 他就有不少感情戲 所以我覺得這個相對於他在金田導演的武俠片裡面 你會看到一個稍微不一樣的這個徐峰 有一些溫柔的很女性的這個表現 然後有這個跟青梅竹馬的俠客 當然也有他還是很厲害的 比如說他的武打 他的這個架勢 還有最後真的去行刺這個這個這個 他要行刺對象的愛的這個戲 所以我覺得蠻難得的就是 這應該是這個 大家都是指紋樓梯想 就是聽過很多次說 徐峰女士得過兩次追阿女主角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這個 才以這個刺客得到女主角這個片 到底真相是什麼 這次可以看到 那還有咧 如果是以這個要焦點引人的專題來說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他比方說 當然他演的胡導演的這些電影 我也是還是一場非常 對 俠女大概不用講 已經大家都聽過很多次 我覺得可以特別跟大家推薦一個叫做 《迎春葛之風波》 我們剛才在看這個片名 因為這個是我非常喜歡的胡導演的電影 那對 這個片 我通常都從新龍門客棧開始講 因為很多人可能看過新龍門客棧 就是張曼玉林青霞演的那個版本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這個新龍門客棧裡面 張曼玉演一個很風騷的老闆娘 叫做金香玉 就是出來只會勾引男人 就是衣服都不穿好 就不穿好 一直拉衣服 然後後來發現他開的是黑店 對 賣人肉包子對不對 然後結果呢你就會發現 就是你以為 你會以為這個角色是脫胎自龍門客棧 但你這次都可以看到 龍門客棧根本沒有一個風騷老闆娘 風騷老闆娘是從《迎春葛之風波》來的 所以是徐峰演的嗎 不是徐峰 叫李立華 徐峰還是演一個俠客 所以那個片是胡金權導演的電影裡面 最多女俠的電影 裡面有各種女俠 對 這個李立華演一個風騷老闆娘 但其實他也是女俠 然後徐峰就是演一個傳統的 有點反派的角色的一個女俠 然後呢這個客棧裡面 有所有的店小二都是女生 那我們就華燈初上 欸 哇 你好會講喔 這可以拍成武俠版的華燈初上 是不是 而且有大明星欸 你好會講喔 好棒 真的 我之後去宣傳的話都要用你一點 就是武俠版的客棧版的華燈初上 而且他們會打喔 對 然後那些那幾個 那幾個這個女的這個店小二 都很厲害 然後他們的名字都是像花名一樣的 然後他們穿不同顏色的衣服 然後他們都會打 所以那個片是胡金權導演 難得以女俠比男俠多的一個片 然後裡面就會有很多在那個客棧 也就是迎春葛裡面發生的愛恨情仇 那麼其實最後他還是一個 胡導演非常擅長 就是其實有一群忠良之後 包括這些女俠都是 但他們隱身成風騷的老闆娘 隱身成店小二 但他們其實都在幫助裡面的一個 忠良知識要保護他這樣子 怎麼這個武俠世界被你講起來這麼有趣 其實真的很有趣 我覺得很好看耶 其實那個迎春葛之風波真的很好看 而且裡面就是 像我說 如果你害怕這些武俠片不是你有興趣 或是喜歡的 那你第一部我就建議你先去看迎春葛之風波 破龍門客棧 就是這個就是 龍門客棧一定要看一下啊 就是這個又很好看 又很芭樂 就是你會覺得 不是都講得很經典很嚴肅嗎 一點都不會 他們都非常的 節奏很快 舞打也很好看 然後即使是舊的那些明星 可是他們都很有魅力 那這次有近代一點的電影嗎 有 我們有一個單元叫做近代新潮 那可能近代一點的就是 我覺得大部分的真的是影迷 他們應該都看過 比方說會有臥虎藏龍 OK 可是比較小的影迷沒看過 就可以去朝聖一下 然後另外有刺客念影娘 那另外有兩部呢 比較後面的 就是更有趣的就是 後來因為拍武俠片很花錢 然後資本很大 武俠片為什麼會花錢 因為要做古裝 要搭景 要做特效 所以你 大家會發現現在比較大的武俠片 好像都在對岸合拍 所以比方說即使是臥虎藏龍 即使是刺客念影娘 其實他都是兩岸三地的人才 跟資源合拍的結果 我記得你有講過說 我們在台灣曾經是那個 香港來台灣拍 有 90年代也有一陣子就是 應該是說 因為香港很小 所以其實像我們這次 也有放很早期的兩部 這個武俠片 其實它是香港片 那為什麼在島嶼江湖我們要放呢 就是因為這兩部香港片 就來自於當時的一個片場 叫做新華公司 那新華公司拍了很多這個 廣東話的這個武俠片 女主角是蕭芳芳 哇賽 那個時候蕭芳芳是小女孩 她是從演武俠片開始走紅的 所以大家如果只認識 女人40之後的蕭芳芳 你可以去看兒童時期的蕭芳芳 而且是女 她是演女俠嗎 她小女俠 而且她那個時候一出來 一出道就紅了 OK 那因為蕭芳芳在這個香港演很多這個廣東話的武俠片 那他們拍了很多這個講廣東話的粵語武俠片 後來就覺得 要有新鮮感 因為類型發展到最後就是要有各種的新華招 才能讓觀眾一直看 他們就決定來台灣取景 因為台灣比香港還是 雖然都是島 台灣還是比香港大很多 對 所以台灣還是有很多奇景 不是我是在想說到底有什麼台灣地方可以拍嗎 現在就已經沒有可以拍武俠片的地方吧 對 但是通常都是到以前啦 就是到山裡面 以前會有影城嗎 我們台灣應該有 其實他們來台灣取景 最主要就不是去影城 就是去一些外面的 對 比如說那些什麼火焰山啊 什麼那些地方 草原啊 反正就是總之 就是來台灣找這個自然的場景 那這次我們就有放兩部很早期的粵語武俠片 都是蕭芳芳演的 那裡面就會有這個 他們來到台灣拍的這個片 一個叫《清晨十九霞》 對 聽名字就知道 對一個叫《古木俠里》 其實這個片現在看都很有趣 《清晨十九霞》簡單的講 也是標準的那種報仇的電影 就是這個蕭芳芳演一個少女 然後她有18個師兄 她跟18個師兄一起練舞蹈 然後她最後就是知道了自己父母 曾經被哪個哪個壞人所殺 所以她長大以後就決定要去復仇 跟她的18個師兄一起 以前那電影都這麼多大明星一起演的 對 就是很症狀很大 但是主力還是在蕭芳芳身上 大家還是看蕭芳芳 OK 然後另外一個叫《古木俠里》這個也很有趣 因為她是1961年 我考證了一下 我覺得因為她的一個故事跟 有些地方你忍不住會想到神雕俠旅 因為她有一個叫《古木》 裡面有一個古木盤 然後又是俠旅 然後又是俠旅 對 然後就在古木裡面練自己的神劍 那是一樣嗎 講鴛鴦劍 其實不會一樣 但睡在一條上面嗎 那個女生有睡在一條上面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會看到她應該有受到 神雕俠旅的一些啟發 我們不要講抄襲啦 就是啟發 所以就會有一些這個影響 那你現在再重看就覺得很有趣 那其實剛剛 因為剛剛是想要提到說 關於拍台灣 來台灣拍戲這個事情嘛 就很好奇 因為想說台灣到底有什麼地方可以看 有什麼地方可以拍 但其實剛剛有被我打斷一個事情說 近代還有兩部電影是很有趣的 對 就是剛剛有講的是臥虎長龍 大家還可以再回電影院看一次嗎 還有刺客念養 另外兩個就是 我剛剛說就是說 因為大家現在比較不敢拍武俠片 因為太花錢了 所以武俠片就 武俠的精神就轉到了 另類的發展 一個是布袋戲 所以大家會看到什麼 布袋戲電影裡面也有很多 布袋戲那裡算武俠片嗎 你當然還是可以算 因為他們還是都有刀劍的打鬥 只是說她就 所以我說她比較另類嘛 就會出現到布袋戲 或者是到動畫片 所以這次我們也會放兩個 一個是這個盛世傳說 這個也是舊的啦 但是很經典的一個布袋戲的武俠片 我很愛看耶 真的嗎 我覺得在電影院 你好不像喜歡看照片的語言 不是因為真的很妙 就是聽她講的話 然後她射出的那種 光線 金光的 對其實布袋戲的武俠的效果 比較像早期的這個香港的 有一個系列叫做 就是會放飛劍 就是會有特效那種劍飛出去 然後其實人根本沒有打 是劍在那個像特效一樣在打 我覺得布袋戲有的某個程度上 就有一點這種邏輯 很有趣耶 甚至傳說 對然後另外有一個動畫叫做 諸葛四郎 英雄的英雄 這是今年過年檔會在台灣上映的一個動畫片 大家都好期待 對然後 會在我們影展先 先特映一場 算是世界首映 不太算啦 因為她之前已經開始會做一些口飛場了 但是就正式會在我們影展演一場 就是觀眾如果想要買票看的話 就是會在我們的影展先演一場 我每次都是很建議大家去看 因為那個這個中心的大影格 小影格那個裡面的設計 那個不管是聽覺或是視覺 都是在 非常厲害 應該是台灣現在最好的 我敢這樣講 就是你不會受到任何噪音干擾 對因為那個空間非常好 因為那裡整個整棟建築物 就是電影中心的嘛 對啊 這個就是影展啦 島嶼江湖武俠在台灣 在1月21號開始星期五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個國家電影集市廳文化中心 在新莊的這個地方就開展 但並不是只有電影喔 因為還是有一些實體的展覽 會到時候會有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一些 可能當時相關的一些物件 或者是一些場景的重建 然後 或者是一些可以互動的東西 好像好像也同時也會有跟 武俠有點關係的電視的部分 對對對還會有電視跟廣播的部分 因為電視跟廣 應該說電視跟廣播的範疇 現在歸國家影視廳中心管理 就是只要可以看到的好像 對但是因為電視跟廣播 我們過去 大家在怎麼講 保存這些素材東西比較少 所以現在要趕快加強的把它補回來 那也會有一些相關的展覽跟訪談 可是廣播有什麼東西 廣播也有一些 因為有一些 少數的一些廣播人喜歡做廣播劇 也有做武俠的 所以也會稍微聊到這個部分 但是這部分的素材真的 坦白說留下來的比較少 可是很有趣 但是我們會聽到一些前輩的訪談 OK 好 那其實我們曾經在節目裡有介紹過的 映影視聽生活制呢 它是免費索取的 在裡面就有好大的一篇專題 就是我們的翔文老師 會跟大家好好的講一講 所以如果說你剛剛 我們內容你想要把它給文字畫的話 這個你真的要好好保存 而且有好多照片在裡面 對然後月底之後 我們也會出影展的手冊 裡面會有很多精美的照片 應該也會有書面版跟電子版 所以到時候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這些片 然後跳 因為影展的時間還蠻長的 對 大概會有持續快三個月 我們會到4月24號 不是以一種台北電影節或金馬影展 就是兩個禮拜內逼你一定要看完的邏輯 它比較是 因為我們現在有那個中心了嘛 所以自己有場地 可以慢慢演 所以就是觀眾可以好好的利用 那三個月的時間 排排你的時間 挑你喜歡的片去看 對就是翔文算是圓夢啦 對我還蠻開心這件事 下一個影展覽就是那個 青色影展 青色 哈哈哈哈 噓 我們要來策劃 這個有很多更合適的人可以做 應該可以 好 我們現在翔文 影展見囉 謝謝 好 謝謝 拜拜 謝謝你來到天天影視聽 我是蔡燦德 這是國家電影 及視聽文化中心 紀錄台灣影視聽文化的節目 那如果每一集都有聽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我們真的就是紀錄 和點藏很多很多 很珍貴的文化資產 那我們節目有Podcast 好 然後你也可以在YouTube上找得到 那每周呢 會在飛碟聯播網首播 大家就知道該怎麼做對不對 該訂閱的就是訂閱 然後呢 就是多照幾個人去按一下 分享一下 我們需要點擊率 好不好 然後呢 真的可以留言跟我們許願 真的我們就會在節目裡盡量的 幫你達成你的願望 好 那在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聽聽我們藍組衛老師 今天要跟我們講什麼電影了 那我們就一起進入 藍組衛老師的藍色電影院吧 下周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藍組衛 你會發覺我今天穿的衣服 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看看這邊 它是奧斯卡的符號 裡面有個小金人 有奧斯卡這幾個字 然後呢 再看看我的背後 這就是一個影藝學院 一個特別的衣服 這件衣服讓我想起在1993年 好久好久的往事了對不對 整整的28年前的往事 因為那一年 有個領域導演 曾康平 帶著他的電影 鋼琴師和他的情人 參加了奧斯卡的競賽 而那一年 有兩部台灣電影 也同樣入圍了 奧斯卡獎的最佳外片 一部是李安導演的喜宴 另外一部呢 則是 陳凱格導演的霸王別姬 所以那一年呢 我也有幸到奧斯卡去採訪 因此呢 才能夠換到這一件 特別的T-shirt 作為一個永遠的採訪的回憶 匆匆過了28年之後 陸軍今年的奧斯卡獎呢 有一部 也是呢 同樣來自紐西蘭導演 曾康平的最新作品 《犬山記》 應該呢 也是今年入圍的一個熱門的影片 也因此 我特別找出了這件舊衣服 給大家做一些連結 來跟大家討論呢 今年曾康平的這部《犬山記》 到底有沒有機會可以獲得入圍 或者是我們究竟該用什麼方式 來理解這部作品 這部作品有趣的地方是 它是一部牛仔電影 提到牛仔電影的時候 21世紀的影迷 大概立刻就會想起 李安導演所拍攝的《斷貝山》 其實呢 在那之前 所謂的牛仔電影 是充滿陽剛的雄魂的氣勢的 是一個人跟大自然 跟動物跟原住民 相撲拼搏的一些 所謂的男性陽剛的一個電影 但是 自從李安導演拍攝的《斷貝山》之後 這些呢 在山上放牛放羊的這些呢 所謂的牛仔們 其實他們自己的人生 他們自己的記憶 好像是更多更多呢 獲得這些導演的青睞跟觀察 而今天我們介紹的《斷貝山記》呢 事情發生在1925年 同樣是一隊呢 專門放牧牛羊的一個一群兄弟 因為他們是牛仔 所以他們其實呢 生活過得非常的粗獷 騎馬 抽煙 喝酒 或者是綜藝 玩樂 對他們來講都是生活的日常 而這樣的一個日常的人生中呢 如果看見旅館的女主人 有一個呢 非常長相 非常輕瘦 甚至呢 帶著一點涼涼腔氣息的小男生的時候 其實呢 那這群牛仔都會黏育 用行為來言語他 簡單說呢 那就是一個呢 非常強烈的 所謂霸凌的氣勢 但這個電影呢 所以楊剛的牛仔 跟那個 謙虛的小男生之間 竟然產生一個非常微妙的情愫 這微妙情愫呢 來自於 楊剛跟陰柔之間的對比 來自於呢 強勢 跟弱勢之間的一個相互拔河 你別看 楊剛的人 你好像註定會獲勝 但是陰柔的人 往往也在他自己擅長的領域呢 找到一些可以制裁的 反撲的 或者是壓制對方的一些手法 所以呢 當你仔細去看 這部犬山記的時候 你會清楚的感受到 所以這些楊剛牛仔之間 所產發的非常強大的 巨大的一個 所謂霸凌的氣勢 但是 陰柔的男生在受盡欺負的時候 其實找到他的對應 你知道 每一個千細的細節 都會讓你看得 其實有點毛骨悚然 是的 這一部呢 是表面歌頌的 楊剛 事實上 卻肯定陰柔存在的一個 特殊的牛仔電影 而牛仔呢 同樣也有一些 比較曖昧的情愫 這也是這一部 曾康平導演 所拍攝的 犬山記 非常有趣的 吸引人看下去的 一個地方所在 就是呢 表面上看起來 非常楊剛的牛仔 如果他喜歡的 並不是所謂單純的 所謂的異性戀 而是一個 同性戀情懷的時候 眼看見自己的胸掌 好像有一個要娶 異性的一個妻子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呢 暢然若失的感覺 所以呢 會對這些女性 對即將進門的 所謂的大嫂 開始呢 用了言語 或者是隱形的暴力 來向對抗 同樣的 我特別強調這部電影是 陽剛跟陰柔的對抗 是男性跟女性的對抗 同樣也是呢 陽剛男性跟陰柔男性之間 相互對抗的情緒 所以這裡面 纖細的人間的感情 其實在曾康平 非常細膩的處理底下 還有呢 Johnny Greenwood 這位呢 非常優秀的配樂家 所提供的音樂的影響之下 讓我們 面對著這群 陽剛的牛仔 甚至可以幾乎就圍救到 他身上不洗澡 所散發出來的 那個臭氣息的時候 卻又非常謙虛地轉回頭來 每個牛仔自己心中都有個秘密 每個牛仔呢 心中也許有個小小的畫本 裡面呢 描述的就是 他對男性同體的仰慕的時候 等到真相逐一揭曉 等到真相突然都浮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 你才赫然發覺 原來呢 陽剛之所以是陽剛 陰柔之所以陰柔 其實都有他特殊的生存之道 從生存之道來看 真剛平對男性心靈的描写 你會覺得全身近這部電影 其實非常的細膩而動人 陽剛給人的感覺好像就是一個豪邁出放的一種感覺 但是這個電影中 所有的陽剛其實背後都有千細的一面 所以呢 當你看見這個陰柔的小男生 開始進行他的副手計畫的時候 他所採取的每個步驟都會讓你看得好生心驚 是的 這是一部純粹的牛仔電影 Treads是令開人眼界的一個牛仔電影 我很期待 鄭康平呢 能夠成去在1993年的 奧斯卡等一場盛會 能夠在今年2022年的 奧斯卡盛會中呢 能夠有了更精彩的一個收穫 期待犬三季在今年奧斯卡將 能夠綻放益彩 這個名字是新鮮的一個巨高的 兩位是新鮮的一些 估計師 真的會被小一公主 那些衛生 這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